蓝黄色国旗在风中缓缓飘扬 乌克兰军队再夺回南部赫尔松小城镇 维索科皮利亚 画上国旗象征重新收复师徒 乌克兰在南部反攻大有斩获 现在原本俄军占领区也宣布 决定暂停举办并入俄罗斯的公投 只是攻势不能停歇 消防人员努力扑灭火势 俄军在东部的巴赫木特展开攻击 另外还祭出新一轮制裁名单 竟然包括这两位明星 公开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演员西恩潘 还有班什提勒等25名美国公民 被俄罗斯纳入制裁名单 永久禁止入境 然而俄乌战争现在进入第七个月 不仅能源短缺通膨也让民众苦不堪言 不管是数钱还是数尸体 乌克兰总统夫人一席谈话 再次唤起全球重视战争背后 引发的人道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